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为逃避克洛德皇的迫害举家逃往埃及这个行程至少经过了25个地点 埃及政府当局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提出申请 将这段逃亡路线列为世界文化遗产 非洲乌干达姓查尔斯卢旺家兄弟会的发言人卡哥耶修士 发布该会的总会长穆假努拉神父在7月3日遇害身亡 据悉 穆假努拉神父是被一名大学生勒死 该名大学生可能是为了导致神父的汽车才将他害死 这个穆假努拉神父是在今年1月27日才当选为总会长 更多的资讯请留览本头的网页 天主保有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